3個中產黨 今天我們會去談談電子煙的問題 說過了,不過它的發展是有些事情很奇怪 現在最新的發展,其實也沒有什麼新的發展 只不過是去到議案即將付諸表決的階段 基本上現在都是數夠票的 基本上電子煙立法禁止它 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實 為什麼我們要拿出來說呢 從兩個角度去看 第一件事就是,這是政治的角度去看 電子煙,你知不知道最後有什麼人出來拉布 我記得是自由黨的邵家輝 他就出來點人數 我一想想,泛民你做什麼 現在搞到議會抗爭是用自由黨去做 你說放不放置 第二件事就是,我們上次也有說過 他其實都是支持電子煙規管 他就說 你們這些電子煙的反對者 要求他禁制的人 全部都是多數人的暴政 都是支持極權的人 才會支持,禁止電子煙 我心想,我們身邊有這麼多泛民黨佑 公民黨、郭家琦 全部都說要反對,張超王全部反對電子煙 他們是支持極權 以及支持多數人的暴政 為什麼你不去譴責他們 是一個事實 為什麼你不去譴責他們 你要譴責他們 我們經常都說,我們要抗暴政 我們要抵抗強權 你應該先去譴責這幫人 第三件事就是,當然有很多很離譜的新聞 我們都會看到,就是幫禁止電子煙吹風 譬如最近禁煙委員會 他說的一件事就是 人們說,為什麼你不可以規管電子煙 他說,為什麼不可以規管電子煙 要禁止電子煙 他不可以因為給煙吹多一個選擇 而導致青少年有更大的機會 會吃這些煙 還有,他訪問了很多受訪者 有些受訪者就說 原本我還以為吃加熱 可以幫到我戒煙 誰知道原來我上網搜尋的資料 原來電子煙和戒煙都有害 所以我最終還是決定,兩人都不吃 而我現在就成功成為一個戒煙寶寶 這個是很... 這個我立即想起,就是食神那個 我吃完這個大尿牛丸,滑施100分 我還中了,身體強壯很多 有什麼分別?這麼反智的,為什麼會這樣發生呢? 這個就是大致上的背景 第一,我首先要講一講你的問題 那麼反智的,當然在香港發生 現在不是還可以在哪裏發生 所以在哪裏發生也對 第二,我想我要解釋一下 因為我想我和大部份人都不太明白 就是電子煙和加熱這些分別 有什麼分別? 這個分別是很大的 我先解釋一下,因為我這方面是專家 因為我朋友有吃過,我自己也吃過 我不怕告訴別人 就是試一下 主要的分別是什麼呢? 電子煙其實是液體來的 倒進去 所以它沒有規管 所以出產... 根本就和香煙是兩種東西來的 除了名字叫煙 它沒有一樣東西跟煙 因為它是一塊東西,把水倒進去 你吃煙就是點火,然後吸煙草 所以就完全不同 你說它跟煙有關的話 它是形狀一條 是的 一來它就做回形狀 也不是的,有些電子煙都不是一條一塊 它好像手指一樣 它用煙這個名字 你說它聰明好,也就是蠢仔好 它就是目標的那幫煙文 比如說都是煙,可以替代品 可以戒煙 但是它的性分 就是被人當煙仔 就是這樣 就是被人覺得合理化了 合理化了 多了煙 是的 年輕人都吃到煙 是的 它最主要被人針對 其實是有兩點的 一個也是一些反電子煙的人說 就是說 在一些地方,包括我熟悉的美國 你就不要跟我說美國什麼 你不說我熟悉的 因為我在美國住 住了十幾年 美國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美國主要發生的事的問題是什麼呢 電子煙今天都沒有規管 沒有規管是什麼意思呢 它有一個聯邦的法例規管 它有地方、州的法例規管 聯邦法例規管 就有一件事叫做FDA 就是聯邦食物安全、藥物等 所有煙醋產品 是要經過它批准做過一些測試 沒有問題才被推出市面 但是電子煙是新的東西 其實就不需要經過這些東西 所以現在開始有些州的政府就說 不行啊 因為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越來越多學生涉獵這件事 有數據是支持這件事 就是電子煙 記住在說電子煙 就是這隻電子煙 液體來的 裡面可以是什麼呢 可以是沒有尼古丁 只是一些香味的東西 噴木、香氛等 有數據處理的東西 又可以是一些針對煙民的市場 就是有尼古丁的東西 於是乎就七角那麼亂了 現在它經常都說 很多年輕人去吃電子煙的話 那吃電子煙的話 究竟是沒有尼古丁的呢 數據沒有分得那麼清楚 如果你說沒有尼古丁呢 你令我想起什麼呢 你吃完雪條都會敷一些煙出來 是啊 那這個也是電子煙 不是電子煙 不是電子煙是雪糕煙 我講的就是問題 那這個是電子煙 它裡面因為糧有不齊 人人都可以入場去做這件事 所以有時候有些新聞說 哇會爆炸 有時候裡面有些不知道什麼的化學成品 那這些是不規管底下 自然會發生的 OK 那他們經常說會吃一下這些 吃一下就轉吃真的吃煙的話 就沒有這些證據去支持 那這個是電子煙 剛才你問有問題 什麼是加熱煙 加熱煙和什麼分別呢 就是兩樣東西來的 加熱煙呢 就真的是煙草產品來的 只不過是加熱的意思是什麼呢 傳統吃煙就不是加熱的 就是燃燒的 那由於燃燒的生產過程燒一些煙草 於是乎就會產生一些化學物質 於是乎就會對健康有害的 那通常以我的理解呢 其實經濟學界是研究燃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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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 所以我們希望有人望水,現在就是招商 我不是的,我講一件正經事是怎樣 就是問題是什麼呢? 傳統煙草產品,煙箱,建有電子煙這個方面 我們都要做些事情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規管問題 為什麼煙箱這麼多年多那幾間呢? 就是因為你不讓它賣廣告 所以那個行業裡面是很沒有創新,很沒有新的批評 因為門檻很高,因為消費習慣已經固定了 是的,你根本是一個新的造品牌出來,沒有人認識你 你不買得廣告就不有成 所以我們做了這麼多年,開始有人進入了 就發覺電子煙,其實電子煙是中國的發明 中國一向都是全世界最先和最大規模的電子煙生產商 是中國發明的,中國是有人發明的 新四大發明就是這個 發明後,發覺我原來有一個市場 可能可以說成為一個幫助人放棄食傳統煙 就是電子煙的一個消費品 那變了一個問題就是什麼呢? 你的電子煙沒有規管,不一定是大公司 它有大公司做的,也有好些好 就是小公司,不見經轉的公司 爆炸了,轉我們那個牌子 於是就沒有規管做到人心惶惶 有些好的,有些不好的 但是加熱煙呢,它只不過是換個方式去吸煙 但是就是對二手煙的無害嗎? 不可以說是無害,害低很多 它最主要的分別是什麼呢? 反電子煙,反加熱煙的人 它有些東西不是說錯的 只不過它又是抽取事實的一部分來講 講些不講些 譬如它講兩樣東西,最全錯的是什麼呢? 它就說大家都有害,有害的話就按下去 那你開車也有加熱煙,有加熱煙,有加熱煙,有加熱煙 所以就禁了車車它那樣呢? 那那個邏輯問題就是,那你煙,加熱煙,電子煙 有害處是少於香煙的嘛 它就說,是的,為什麼這樣說 你看它的成份呢,是少於香煙的 就是有害的成份,醫學角度來講 但它事實上就未夠長時間做一些很仔細的臨床經驗 你說我吃了加熱煙,吃了煉子煙 20年之後,實際上的影響會有多少呢? 那這些生產品就沒有這樣的證據 但是現在連大麻都想學發化 那一邊就要... 那大麻它存在了很多年 大麻它有醫學,大麻又成,所以研究大麻對人 在臨床真的吃的效果是怎樣?影響怎樣? 那是有證據的 不是,我循床科學,我基本原理來講 那理論上如果電子煙是真的什麼都可以 理論上都有醫學電子煙 那以前就沒有了 以前有些可以說尼古丁那些貼 就是不同的幫助戒煙的產品 那些就有了 但是出了加熱煙和電子煙之後 分別首先要分拖加熱煙和電子煙 加熱煙就真的是煙草產品 但是煙草產品它會有尼古丁 它有沒有焦糖的話就視乎它怎樣做法 焦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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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油 不好意思,我說了英文 它,有沒有它的話 那就是視乎你怎樣吸收 有一點爭議,所以我不同的 或者它的成績比較高 但是加熱煙主要是醫學報告出 因為有尼古丁,所以是受到煙草條例限制的 但是它現在加熱煙它主要宣傳 或者主要覺得是會對人體傷害少了很多的原因 就是它減了很多CM 因為你的過程裏面就不是燃燒就是加熱 於是不會產生那麼多一氧化碳 是少九個幾%的 那這樣東西是有醫學證明 所以討論這個話題 首先我們一定要搞清楚加熱煙和電子煙的分別 現在所有人因為那樣東西都有電 所以就叫電子煙 還有一支都一支的東西 我亦都想問現在討論這個禁止電子煙以外的議員 有多少個可以分辨到什麼叫加熱煙 什麼叫電子煙 我想大部分都不知道 除了有粉絲 除了有粉絲 還有大家都分不清楚 什麼叫做禁止 什麼叫做規管 就是那樣東西 為什麼電子煙不行呢 你會怕它吃錯 那又是規管問題 那你如果怕爆炸 電視機做得不好也會爆炸 對 還有它說怕小孩子的話 小孩子從來都是電子煙 在美國的證據 美國都沒有正式大力推加熱煙 你美國說的那個 很多小孩子都吃過 那個叫電子煙 不是加熱煙 我想說 不可以說那麼多 這件事連黃碧雲都明白 黃碧雲都說 主要把所有的成份 列在電子煙裡再加強監管 就不會有其他問題 連黃碧雲都明白 全香港的人都明白 我就不明白 因為黃碧雲不明白 郭嘉琦會不明白 張超王會不明白 我只可以說一件事 不是收了錢 就是他們本身有偏見 偏見到一個地步就是 就是他無視這個事實 還有他最無視的事實 就是事實上真的有好多 你說擔心年輕人吃 我覺得是同意的 你說擔心他們吃的話 那你會怎樣做呢 你擔心他們吃的話 那由來規管他 他有些很危險的成份 那些就是不讓他們市場買 那再擔心年輕人吃的時候 你就不讓他們吃 就是不讓他們買 還有他們都未搞清楚 究竟年輕人吃的 是不是真的 就算是電子煙 電子煙 有些沒有尼古丁 那你很多沒有尼古丁的話 他吃的話 糖果的成分 對 當糖果吃的話 是不是糖果也不能吃呢 如果他純粹像糖果 只不過是像煙煙的話 現在最諷刺就是禁止那件事 就是你不能加水果的味道 是的 那你是很反智的 就是你為什麼不讓人 要把水果的味道加進去煙呢 因為你怕小朋友吃了 那如果是這樣 薄荷煙遲早也要禁 那我覺得最有問題的話就是 我做研究都是關心市民的健康 就是你不去那麼傳統煙 你去那麼加熱煙的話 變成他有一堆人 原本吃了加熱煙 轉了吃加熱煙 又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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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兩人都吃的 就是哪一道方便吃 就吃哪一道 那他變成說 我現在不能買加熱煙的話 他就會多吃 我給你一個比喻 我給你一個比喻 你知道有一件事是吃白粉 是 那你吃白粉 最初的時候沒有人開始追龍 這樣追龍 一開始的時候 就會把白粉放進去煙 先吃煙 那白粉是放進去 那你開始吃的 那現在就等於 因為我怕人家吃白粉 所以我就不禁白粉 我就禁煙了 現在的邏輯是一樣 就是逼你去吃白粉 逼你去吃白粉 因為你不可以吃煙 你只能吃白粉 那現在就是這樣 因為你怕你中間的過度 因為時間超了很多 但我們也會說到 我們不要今天想說這件事 因為這些邏輯 我們已經說過很多次 而我們這樣做法 其實是跟那些人說 什麼就是 你啊 這些150個單程證 解決不了 什麼都不用做 現在我們有一個實際的建議 就是一個小小的建議 這個建議也不是我們想出來的 是這個自由黨的旅遊界的代表 姚蕭榮想出來的 不是想出來的 他建議 我經常都說 為什麼你會被建制派搶了風頭 不然泛民就沒有人 姚蕭榮建議什麼呢 他就說 不如將一些旅客來香港 即是如果是帶電子煙的話 你可以滑臉 這些就是實際的建議 其實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你全世界來說 那些粉絲的話 你說哪些可以吃到的 其實有很多地方吃到 美國吃到 日本吃到 韓國吃到 歐洲很多地方吃到 那已經不需要解釋 大陸就吃到 大陸就吃到 香港去到的地方都吃到的時候 你吃到有什麼問題呢 因為他現在提議那個法案就是說 吃就沒有問題的 就不是拘捕去坐牢罰錢的 但是你賣有問題 由於賣有問題的時候 入口都有問題 就是連你帶進去 帶進去 入境也有問題 就是如果我去日本 消費 買一支 家人煙怎麼樣 回到香港 對 拍完之後 在那裏吃完 那就犯法了 回來的話 他就會扣起來了 香港人 有些日本人 美國人 中國人 大陸人 吃開家熱衣 來電子煙來到香港 就拘捕 那現在 他扣起來了 我不跟你說什麼禁止的事情 你可不可以豁免遊客 讓我們香港始終都成為一個旅遊城市 浩客城市 一個正常的城市 你不要讓人家恥笑我們好不好 讓人家覺得你香港有國際城市的時候 我日本國際城市 東京可以吃 韓國國際城市 韓國又可以吃 歐洲美洲又可以吃 大陸又可以吃 你為什麼香港不可以吃 我不是打算我去亞聯遊 去什麼 去一些中東國家 喝酒都不行 會被捕 我們現在要做到香港的伊朗 我們經常都說 打造一帶一路 香港是否要成為世界的德克蘭 汶萊說 琴勝亂要打銀利 要扔石 我們是否要模仿他們 總之全世界都做 我們偏偏不知道鬼吹 大家試試 下次再講其他話題